族人所关心的补针化边原住民保留地实施计划 原民会已经确定受理期限到103年年底不再延期 还没有申请的族人或是宗教团体 只要在年底前向乡镇区公所申请都可以受理 但是根据原民会民国96到103年的统计数据 目前总共有4万219笔的案件 总面积高达5万6千公顷 乡镇市区公所会堪完成率达74% 但实际行政院最终核定的笔数只有3705笔不到一成 而核定率低的原因原民会做出回应 原民会表示根据行政院在民国100年7月提出相关规定 如果一个地号有多人使用都必须先分割清楚土地所有权 公彩机关才会同意 而行政院也才能进行核定工作 原民会统计在今年7月底之前 带分割的土地还高达2551笔 这也是行政院最后核定率低的主要原因 但是申请真话编的范围 其实还受到水利法跟土地法的规范 我们的作业审查规范里面就是说 除了土地法14条跟水利法83条 不能不得真话编 那如果说他要不办真话编 他只要符合这个规定的话 那他的工产机关如果今天是财政部国产署 因为在国家公园里面的土地 原民会呼吁族人 如果对乡镇市区公所驳回申请的原因 有疑问 也可以向原民会陈勤 案子将会交由原民会 补办真话编专案小组来理清 记得亚伯 无流台北市采访报道